我們要選到 我們要選到鍾鎮師傅 麻煩 裁判方面 我們要選到李耀東師傅 劉健藝師傅 和趙凱欣師傅 今天第十一場比賽 男子68kg重量級別的對決 首先介紹藍科拳手 他是我們中國香港拳手 代表APEX拳股的陳柏浩 今天這場是我們的 TAC拳總會的比賽 好 他的對手 紅方 紅方拳手 亦是代表我們 中國香港的 來自副德權館 師達總管的 謝傑程 有請 好 這一場比賽同樣是進行三回合對決 每回合進行三分鐘 中場休息一分鐘 比賽重量級到68kg 繼續來到KF1香港踢拳冠軍賽 2021年 68kg比賽 中場休息一分鐘 兩人都打得很好 這兩個都打得很好 踢中了一下 那檔步 運動員要回一回氣 陳柏浩都道一道歉 要踢腳 低速 要踢中腳 這次彈的波尼打得很好 勾拳 但始终都是试探性质 如果不是,就好了 这个打得很厉害,一个刀腿 杰成,左脚的側转,刀腿打得不错 右边的膝撞上了一下,很漂亮 高速,打得很漂亮,后继拳 你看到他的动作很流长,前脚踢到中腰 他的左脚控制得很好 左脚的側转,前撑,踢中腰 距离方面,杰成,控制得比较佔 原来是泰式的 踢拳例 始终会有些危险 所以我们踢拳例的规矩是不可以放下对方 踢拳例是显露你的拳脚来看 要迫你,踢中了档布 还一下 刚才踢中了,现在又不小心踢中了 对,香港应该是不小心的 对,看到 而且我们的运动 香港是很有体育精神的 很运动化 现在我知道西方的运动 在那里吵架的运动员 不是这样去运动 对 好,比赛继续 因为两个不是在打架 他们其实是技术的锻炼 西方有很多 技术的比较 在镜头面前 有些是推来推去的 是不同的,我们香港是做得很好的 我们的文化呢 是很有运动的 是的 不是这样去练武术 就是我们的意思 看到了 謝杰成呢 他的右边低掃脚呢 都令到陈八豪已经有些放弃了 准备 踢腰 第一回合结束 看来那东西应该吃得挺酷的 可以帮你走 是的 18年了 中学生的时候已经打人家 现在的头发都变成了 上次都不是这样的金头发 所以刚刚我都不太认得他 变成了金头发 好年轻啊 两个都 也都真的很感恩 看到很多无林的前辈 他们会 搞不同的比赛 推不同的总会 令到我们这些 一身一度的年轻人 是可以 早点去接触到这个 搏机的运动 早点在这个界别上 发光发亮 是的 今天我真的完全感觉到 除了我们拳手的技术 进步了之外 粉丝们都好像进步了 希望你们可以继续在台下 为我们每位拳手打气 好了 坐手来场 摄一摄 摄一摄 书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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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回合 第一回合 第一回合一开始 一登腿 再来伸室 书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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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見到他已經放棄了下莊去擋防禦 儘量嘗試看看有沒有機會出拳 可以折停他 現在完全沒有封腳 陳百豪沒有封腳 用上路跟他打 這一下剛剛陳百豪遞起一個踢 謝傑誠就踢中他的重心腳 失了重心 離身室 拳政客視義要打了 拳腳組合 拳腳組合 這個陳百豪這個回合 他拿回對的距離 踢中了檔步 他拿回對的距離 謝傑誠是沒有那麼容易打的 事實真的會 對 Apex的教練說你一定要打拳 打拳 多拳 比賽繼續 教陳百豪的戰略 他現在可以拿回歐拳 後歐拳前歐拳 拿回對的距離 但始終他也是欠缺一些直拳 對 所以在傷害對手上 他始終還未做到一個很高效果的攻擊 落空了 打歐拳 但是這樣 謝傑師傅 用這個策略 謝傑誠是難打的 對 所以謝傑誠 現在慢慢拿回對的距離 離身室 落空 因為謝傑誠打到中環 沒有人貼他 謝傑誠那邊的教練 教他 你的手插住他 不要走過去攬住他 拿回遠距離跟他打 南方那邊 跟他黏著打拳 看誰能發揮 大家用的戰略不同 打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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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到最後階段 看到他也是 拳後面再勾過去 沒有怎樣想到後路 對 因為知道自己的分數陸續發生 索性把他打拳 第二回合結束 這個回合跟第一回合有點不同 剛剛第二回合 他這樣又令到謝傑誠難打了 但是他的優勢也不是很有優勢 如果他用這個方法的話 要他發揮得很好的拳技術 因為拳很麻煩 你在一個位置 在一個空間裡才能發揮到 你近了又打不到 遠了又變成在別人踢腳的位置 近了別人就進去塞 所以拳方的人的位置是要拿得很好 有些拳方的運動員就是不是的 只是打一下大力的 打到整個吞 那個又是另外一個拳方的打法 始終這個符合不同性格的人 對 而陳柏浩他不是打架撐 我們不是叫做 他是打角度 所以他是很麻煩 就是很難去發揮 對著一隻傑誠 對著一隻傑誠 一隻傑誠他不是站在那裡 他很密的 最後一個回合 一高掃腳落空 一下撐腳 又一下登腿 但是他又 陳柏浩他又這樣去 哇一來差點打中 一高掃腳 一高掃腳 登腿 哇這個正賽 哇 好正賽 這一下中了 邊鎚 還打中了 現在團證要數了 起不起得翻身呢 好緊張 這個重量 差不差得住呢 勤發豪 哇哇 這個 顯露的鬥志 鄭健師傅 究竟不行 來看看拳手可不可以繼續 這些邊鎚 無緣無故做個轉身邊鎚 好比賽繼續 他猜不到 這些邊鎚 如果你用得好 沒有啊 是很隱蔽的 我們叫做很隱蔽 有些人說 一個離身室 看看八豪 會不會可以回到神 所以各位 一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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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拳 哇陳八豪 他被你打中一下激寶 他都有點鬥志 這些是運動員的鬥志 一早跟他們加油 去到最後一個回合 但是真是碎弱了他的體力 鄭健師傅 他是 勾拳 回到神了 開始 回到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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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八豪頂住 陳八豪你要 等等 踵中了個選舉 謝傑成 的副德權會 之前有一個人 他好像有一個叫裝睡标 有點像他的影子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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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法瀟灑 是的 就是突然跳進去 發瘋 好 比赛继续 张瑞彪也差很厉害 拳牌就不适合拳牌 要显露拳脚 显露失撞 显露拳脚 显露给大家看 希望陈八号能支持 能支持 他必须要小心 长期继续手高 包着头上去支持 我认为他能支持 我认为他赢了 有一个转身边锤 很麻烦的转身边锤 很隐蔽 有些人说很隐蔽 我觉得很隐蔽才对 很隐蔽 又一个打到 一个非常 劇中央 这个陈柏豪也挺硬 硬正 硬正也好 你没有 没有睡在这里 但你要赢比赛才是 所以要主动攻击 可以说我输都不会被你激到 非常精彩 马上邀请我们这一场的 黑掌嘉宾 我们邀请到我们香港剪拳组会 名誉会长 我的偶像 林伟先生 给再词一下 不过你看到 就算赢输也好 你见到陈柏豪他很聪明的打法 知道什么时候 他要打什么策略 是对他来说最稳定的 你都见到他被打倒了 然后重整自己 去应付那回合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教材 我或者我这样说一下 为我们说过这一场 第十一场的比赛 赛国 这场比赛的赛国 都是三位裁判 三比零 是洪方星 恭喜洪方的拳手 现在看拳赛 他觉得真的是另一个时代 我irling meinen 这些时代瞧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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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白顷是瞧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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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兩位支持,謝謝 一個是我偶像,一個是我二十歲看過他打比賽 三十歲看過他打比賽,李耀東師傅 厲害,打到五十多歲都可以,沒問題 好,多謝我們董事局主席陳文怡先生,謝謝 來到了最後一場,今天第十二場的比賽 首先介紹台上執法權證,我們邀請到王榮